對於唱魁惟六年回歸台劇 可家演言海生比《想見你》更複雜 《想見你》製作團隊最新作品 《無神之地不下雨》 是有關阿美豬泛靈神話的故事 你怎麼會前面有一個主題 不怕不甘心啊 像豬泛的我不是神啊 而且我剛好有個代言都叫我美神啦 我就自己還充當一個美神 這樣不算劇透吧 就是還有很多神 豬神是不是蠻帥的嘛 帥翻了 因為他們可以決定 他們要不要讓我們看見 決定不讓大家看見 但是在旁邊討論事情的那個樣子 都就是把我們當成 今年唱歌的客串人 其實我會想念一些客串 畢竟兩位一個女者的六個集會 在台灣人是去給你 拿了這麼多錢 拿了這麼多錢 對 他們說拿了這麼多錢 感覺拿了很多錢 然後講說就不能再客串了 友情演出 對 因為我的戲份 也沒有到客串的那麼少 然後又感覺每集都有 有點像是那種靈魂人物的感覺 因為這角色很特別啦 我覺得是很不一樣的故事 但是要說那個邏輯性 或是時間軸的話 我感覺是更複雜 就是更大 世界觀是更多 然後又一堆神 就是我的角色就是跳出愛情框架 所以對我來說是蠻新鮮的嘗試 但是你的角色 我在看劇本的時候 我總感覺他有愛情的部分 我有看出來 我有看出來 再多講一點 妳再多講一點 妳現在人家 好痛苦喔 什麼都不能講 我們現在什麼都不能說 妳再多講一點 還在那邊硬著頭皮介紹角色 真的 我是一個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對 沒講錯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神 我的名字叫法力 也就是法力無邊的意思 不是那個法力 它這是陰 阿美族語叫法力 但我的法力也是法力無邊啦 法力是瘋的意思 對 是主門軍神力最高的神 神力最高的神是我嗎 你知道阿美族語 他們很多那麼彈聲音 然後 然後我們沒有一個人會 所以後來就跟導演討論說 我們統一 只要在我們戲裡面 需要彈舌的 都平立不彈 希望觀眾見諒 對啊 很難彈 這也沒問題 因為其實也是有 也是有阿美族他們不彈 你知道老師是說99%的 都會彈 極少數的人不彈 我們就是那群 極少數 但我看劇本第一次掉眼淚 是在你 這角色的 後面 他 他很後面了耶 就是他跟他老前面 不能講我觀察 有嗎 他這樣子 你剛剛的音量 他還是收得到一個字 剪掉 反正是靠剪接 可是我們的YouTube牌會進去嗎 會啊 沒有 我的存檔有到那個 平衙 到明年醫院 大家都很喜歡去露營 家彥有說想要來做一個 露營版的不專業廚房 對啊 好像在廚房 我們都到台東拍 他怎麼不順便錄影 就是拿那個卡式爐自己在廚房 就亂講 可是反正是就覺得我一個人 你在 什麼都不順你 什麼呢 我都不順你 放了 瞧你講髒話 我放了 每一天都在 他每一天都在拍耶 然後他每一天都在玩啊 你們知道你們給我發那個什麼 因為我們有個群組嘛 然後有時每次都會說 我在海邊看書 然後就說我在咖啡廳 吃了什麼好吃的 然後我就說 不要再跟我這樣整鞋了 св丟臉 除非 countries 五ета 酒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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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